從沒到一個禮拜的時間就要過年了 幾個月後剛才會買這個春年來打議我 大家也很想買花放在家裡欣賞 增加過年老實的氣氛 南大陸青春花等久以來 有開辦花的現實課程 這次探到過年前 在一間買到的門口 就來基盤二次人花困在的DIY外島 只要我們現場有關法票 就有人會來教我們怎麼操作美麗的南花困在 相當的趣味 大家認真做到自己的南花困在 準備要在過年的時候佈地處理 小民眾都覺得來參加這個活動是相當的趣味 每一年都會來參加 而且可以有花欣賞又可以做公益 所以心情非常好 過年就要到的 南大陸青春每一年都會基盤 兩次的蘭花困在DIY的活動 只要來到現場觀景發票 就有人家裡如何操作 去去擁有的蘭花困在 而且蘭花也要是特別選擇 管來農民所競爭 花銷到日本的蘭花 買當就出來支持管來回農 活動已經是男同女性商 歷年來蠻傳統的一個活動 主要是女生特別喜歡花惠 那蘭花又特別的富貴 然後在過年期間能夠有一個機會 我們會把這個花放在家裡 裝點一下比較喜慶之外 也我們也透過 全發票這樣的公益活動 讓民眾有機會可以一起來參與 那我們這次又特別呢 找了我們埔里在地的花農 然後這個花其實都是外銷日本的 那這個其實就透過這樣的活動 然後讓地區跟我們的產業 做一個結合 可以讓大家都可以 三方可以收益這樣子 加上南道路青春等你來 有開辦花給更新隔壁 也透過這次的花工 讓好玩來電視 學習生活 也可以來跟現場的民眾 合格的美食 其實蘭花很簡單 它只有一株 一株然後配上幾個葉子 那可能就給你一個泡株 再給你一串辣梅 還有一個金圓寶 或者是一個蘋果 那我們透過這麼簡單的東西 在這麼簡單的 因為葉子的形態各自不一樣 花形也不一樣 從這些不一樣的裡面去找到 它跟配件裡面的一個平衡 那學的應該就是這個部分 新年要到了 已經有過年的氣氛了 所以呢 我們南投女青商 在我們的江戶府前面呢 做了一個我們的 一個插花的一個活動 希望感受一下年節的氣氛 同時呢 也女青商用他們的熱情 一起祝我們所有的 南投的好朋友 大家新年快樂 還剩下一個禮拜的時間 就要過年了 幾幾好後 就要來大成人以外 要會賣各種氣氛 濃濃的花籃 放在家裡 這次的活動 也讓民眾 可以學會自己買材料 來創造 所以自己的開運花籃 接下來林選蔡宏波島 祝大家新年快樂